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7月4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中共在七一前夕以特殊署名发表评论文章 被捕捉到特殊的政治信号 在中共忙于内斗的同时 极权政府的崩溃也越来越成为被关注的话题 人民日报6月30号发表署名宣言的文章 题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干什么 长文盘点中共百年历史 根据党媒自己解读宣言这个笔名 专门用来发表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言 推出都选在所谓的重要时机 政治分量非同一般 针对这篇文章海外媒体阿波罗网 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在提到中共历任党魁时 习近平出现了9次 毛泽东出现一次 其余三人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名字完全消失 阿波罗网认为这绝不是简单的政治信号 就在高层忙着争夺权力时 中共已经陷入了经济下行 民生凋零 外交碰壁的困境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从义 7月1日对大纪元分析说 中共靠集权维持统治 但是有两样东西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外 一是经济发展 中共靠打靠杀 只能让经济继续下滑 第二就是对外关系 国际社会不归你管 针锋相对只能得罪更多的人 因此中共陷入内交外困 这引起党内很多不满和恐惧 冯从义认为 随着压力加大 中共有可能发生大分裂 但目前来看 李克强等人并没有打算另起炉灶 只是在进行党国体制内的路线斗争 争的是哪种方式 更有利于巩固中共政权 中共政权真正倒台 还需要有人敢于出手破局 不管是民间的也好 庙堂的也好 放手一搏才能够推倒这个政权 英国的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 1日在伦敦的新书签名活动会上 发表演讲时提出了类似观点 彭定康提到 一位英国官员朋友 在1989年访问德国柏林 当天一个小孩 由东柏林游到西柏林被枪杀 那位官员的下属跟他说 在他有生之年 德国都不会有改变 但结果是几个星期之内 就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事件 东柏林 东德全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彭定康说 极权政府崩溃可能会是一瞬间的事 他说 事情会改变的 但是要事情有所改变 要有一些勇敢的人站起来 捍卫美好 正确 善良的事 7月2日下午 台风仙巴在广东冒名电白登陆 成为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 仙巴所到之处 狂风暴雨肆虐 有的地方出现积水内涝 汕头多地受灾严重 汕头古饶镇一夜之间变成水城 网传视频显示 汕头市朝南区卢广四黄半月淹水 水位齐腰 居民家中停电 百姓打着手电照明 马路上的汽车几乎被水淹没 有人划船出行 四黄工业区一家商店老板 对希望之声记者说 下雨太大嘛 一下子那个水就跑不掉嘛 就内捞了嘛 好像很多地方都淹了 不止如刚啊 潮南区也严重啊 有的地方都凶堂了 损失肯定大嘛 下大雨啊 那个菜啊 那个就挡价 什么都挡价嘛 而汕头市朝阳区大坑村 受灾尤其严重 有的地段水位高达两米 一家电器行老板 对希望之声记者说 七顶多八顶钟开着 八顶钟不得了了 像我们这个村啊 我长这么大 都没碰到这么大的水 我是小家店 全部都被泡水了 水有一米 准时几万块吧 别的地方有的两米多 还厉害 别人比我准时更大 有些是家庭功能 有些是打风筒 关于水位快速涨高的原因 电器行老板认为是人货 有观点认为 由于大陆排水系统 雨水管渠流量整体偏小 导致急速降雨时排水不畅 从而导致城区遇水急烙 而更重要的是 灾害一年接一年 这些排水系统 没有得到实际的改善 再加上中共天气预报的不准确 以及洪老时无预警泄洪 使得汛期变成了洪灾笔发期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不少外籍志愿兵前往乌克兰支援 《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7月3号 发表了对多名台湾志愿兵的专访 文章说 来自桃园的51岁的庄玉伟是导游 他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月份号召外国志愿军加入战事的隔天 就自愿报名 庄玉伟说 你若想要别人帮你 必须先伸出援手 庄玉伟曾经在台湾当过兵 自从3月份抵达乌克兰以来 他在东部第一大城 哈尔科夫前线附近加入了巡逻队 也帮忙吹势 负责运送补给 挖掘战壕等 庄玉伟表示 帮助乌克兰等于替台湾争取时间 他说 若乌克兰两周内就会被击败的话 中共就会攻打台湾 27岁的陈伟霆 曾经接受过两棲挖人训练 他表示 当他告诉别国士兵他来自台湾时 来自波兰 美国 澳洲 巴西和乌克兰的人都对我说 如果中共攻打台湾 我们台湾见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 王志胜对本台表示 台湾人对乌克兰受到侵略感同身受 我相信这些台湾年轻人心目中想的一定是 今天如果我不站出来为乌克兰做一点什么 那未来台湾有一天面临到 一样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 谁会愿意站出来为台湾做点什么 资深评论员桑普律师说 这是付出生命的危险而做的 所以我要向这一批的台湾人资金 他表示当下的局面让我们看到 得到多注 失到寡注 王志胜表示 多国志愿军愿意支援台湾 是基于共同的普世价值 如果从国际的战略来看 那就是其他国家在这段时间不断的强调 中国如果武力犯弹 其他国家可能对于北京所施制的制裁 跟反制的作为 那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也会看到说 全世界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人了解到说 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不管是中国也好 这种穷兵独武的国家 其实都跟普世价值有所违背 而需要和更多的人共同站出来做抵抗 桑普指出 乌克兰战场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 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在台湾发生 台湾以及国际社会应该考虑 如何更好地组合中共 他希望各国的志愿者 能够把这样的声音带到他们的国家 从他们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主权跟外交的层面 来更帮助台湾对抗中共 产生极大的组合效果 才能够防止一个奉行天下主义 奉行霸凌的中共政权 去威胁得到全球 包括台湾的安全 日前中共党媒央视 在香港移交主权25周年之际 采访了香港歌王张学友 张学友在访问中以粤语表示 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但是因为我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 我在这个城市出生 在这里长大 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 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 比以前更好的城市 香港加油 然而张学友的这番简短表态 却遭到了部分大陆小粉红的质疑 攻击他不爱国 其中最受质疑的就是 香港加油这四个字 理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 香港加油被示威者广泛使用 此后就被北京以及港府 视为禁忌用语 此时张学友说出这四个字 被认为是在呼应示威者的主张 另外有网民表示 张学友整个访谈只提到25周年 却没有提到祖国任何事情 显然不够爱国 还有人说 张学友指香港这25年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似乎对香港这25年的变化不满意 鉴于批评声浪快速上升 央视官网不久便将张学友的这段访谈删除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 7月3日 张学友在微博发表声明 在声明中 他自称自己是一民 强调觉得自己是个爱国家 爱香港的中国人 作为艺人不涉及政治 是自己的基本原则 他在香港出生 香港长大 也希望在香港老死 他说 自己听过北京加油 武汉加油 上海加油 对香港加油成为禁语 无法理解 他希望中国人能以礼服人 在世界人面前展现中国人的风范 7月3日 美国神韵国技术团 来到台湾彰化线演出 观众热情回应 一天连续两场演出爆满 彰化线长王惠美 等跨党派政要 圣赞感动的同时 也感谢神韵丽临 并赞叹这是一场心灵饗宴 王惠美对新唐人表示 在疫情期间 神韵能够如期如至的演出 要克服很多问题 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圣赞神韵是非常好的 身体与心灵的饗宴 他对于心灵上的疏导 是非常重要的 王惠美还称赞 神韵的舞蹈都非常吸引人 加上新科技 让整个故事更加的生动 扣人心弦 王惠美表示 每一个演出的小细节 都有令人非常赞叹的部分 他呼吁 真的非常好看 欢迎大家都来观看 已经是第二次欣赏神韵的 立法委员陈素月 也大力推荐神韵 他表示 神韵演出 对整个后疫情时代 整个人的心灵 有很好的稳定作用 同时他也称赞说 节目真的非常精彩 内容目不暇接 陈素月还表示 节目中真善忍修炼者遭遇迫害 也就是法轮功学员 被活摘器官的这个部分 令人非常的震撼 另一方面 在他看来 神韵演出是整个中国几千年来 非常优美文化的一个呈现 但却不能在中国上演 这真的是非常遗憾 张化现普星乡长张成瑜 观看演出后 也盛赞说 神韵真的非常的有内涵跟深度 通过这个方式让所有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耗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通过这个 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人道的暴行 观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提到了很多观点都认为 极权政府的崩溃只是在一瞬间 有网友认为 现在中共内交外困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很可能是一件小事 就能够触发导工大潮 观众朋友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